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则居为茂草 民众不胜其苦 最终演变为全国各地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和地方势力割据 隋朝已经分崩离析 在山西公元615年到617年间 先后有六七支起义队伍 聚众数万人 山西中部有甄蒂尔领导的立山飞起义军 多次进攻太原 在此形势下 公元615年 隋阳帝任命李渊为山西河东卫府大使 命他剿灭活跃在金山西地区的起义军 隋阳帝给予李渊很多特权 有降职或罢免补选太原地区的文武官员的权利 还有蒸发河东兵马的特权 7月 隋阳帝南下江都前 也就是今天江苏扬州市 又任命李渊为太原留守 但是社会上流传杨花落礼花开的童谣 所以杨广又很忌讳李渊的势力壮大 猜疑李渊会取代杨家的天下 于是另派王威高军雅为太原副留守 让他们监视李渊 太原古称晋阳 乃天下精兵处 随自建政以来 对晋阳城军需物资的储备十分重视 经多年积蓄 府库迎击 太原良享可使用十年 李渊心里非常得意 对李世民说 唐故乌国 太原祭其地焉 今我来司是位天女 与而不娶祸将司之 李渊家族祖父辈被封为唐国公 唐就是上古圣王 瑶帝的故土 就是太原 现在既然老天爷给我李氏这么大的恩赐 不顺天意利用他 恐怕会有灾祸 话虽这么说 李渊官场经验丰富 为人谨慎小心 不免瞻前顾后 绝对不愿意冒险 年轻的李世民看随朝气数已尽 成天意顺民意 一心想催促父亲尽快起兵返随 李世民虽然年轻 可是胸怀大志 眼光高远 他在晋阳广交豪杰 不分三教九流贫富贵贱 只要有一技之长都收纳门下 当时的晋阳令刘文静 常常造访李渊家 当他见到年轻豪爽的李世民 惊叹唐国公的二公子为非凡之人 刘文静比李世民年长31岁 不久他俩就成为忘年之交 刘文静自诏人 他自称元祖是彭城人 而世代居住于京兆府武宫县 其父刘少任随官时战死 与疑同三思之爵 刘文静因是死难官员之子 承袭其父得到与三公一样之待遇 这是朝廷对有公大臣很重的赏赐 他为人豪迈潇洒 保有才学 卓越不凡 而有权谋 大业末年 担任晋阳县令 和晋阳公监管 培记 是意气相投的好朋友 唐国公李渊镇守太原 刘文静观察李渊 看李渊胸有大志 于是身相接纳 不久又见到李渊的二公子李世民 在培记面前称赞李世民 有非凡的气质 前途无量 日后必定会成为圣君 不久 隋朝名将李宽之子李密 揭示刘文静 马上将自己的妹妹嫁给刘文静 这时李密帮助农民起义军领袖 宅让在瓦岗起义 遭隋朝廷通缉 刘文静受到牵连 被捕入狱 得知刘文静下狱 李世民急忙去狱中探望 李世民对刘文静直言 若图大计 君有何主意 我想干一番大事业 你有什么计谋 刘文静说 今天下大乱 李密围攻洛阳 皇上在淮南 大贼小道跨州联郡 阻碍山泽数以万计 如果能够顺应天命人心 举起义旗 天下不难平定 现今太原郡 逃避盗贼的百姓 都在晋阳城中 我当了几年县令 知道哪些是豪杰之士 一旦把他们聚集起来 可得十万之众 你父亲所领之兵 还有几万人 军严出口 谁敢不从 乘虚入关 只取长安 号令天下 不到半年 地业可成 李世民笑道 君言正合我意 英雄所见略同 在李世民的帮助下 刘文静出狱 于是两人暗中筹划起义 无奈李渊顾虑重重 刘文静知李渊与晋阳攻坚 陪记关系密切 于是就设计 拉陪记一起谋划 这时太原北边的突厥克汗 进攻马役 李渊派兵抵抗 连接打败仗 李渊怕给隋阳帝 追究他的责任 李世民抓住这个机会 劝父亲起兵反随 李渊一听 吓得要命 说 你怎么说出这种 没上没下的话来 要是我去报官 准会把你抓起来 李世民并不害怕 说 父亲要告就去告吧 儿才不怕死呢 李渊当然不会真的去告发 只是叮嘱他 以后别说这样的话 第二天 李世民又找李渊说 父亲受皇上的委叛 到这里讨伐反叛的人 可是眼看造反的人越来越多 你能讨伐得了 再说 皇上猜忌心很重 就算你立了功 你的处境更加危险 只有照我昨天说的办 才是唯一的出路 李渊犹豫了很多时候 才长叹一口气说 昨天夜里 我想想你说的话 也有道理 我也拿不定主意 从现在起 是家破人亡 还是能画家为国 就凭你了 我看你了 我看你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隋朝在晋阳建有宫殿,李渊被封为晋阳宫政监,但只是挂个名,裴继为副监,全权负责监管晋阳宫,人称裴监 常与李渊一起喝酒,下棋,甚至通宵连日,勤望艳倦,两人有说不出的投缘 李世民请裴继,劝说父亲李渊起意返随 裴继早已听刘文静谈论起兵之事,盘算了一些时日,想想如说动唐公起兵 闹得好,说不定混个开国功臣 唐公这位二郎出面求助,既不可施,就一口答应 一天晚上,他想出了一个美人计 让晋阳宫中艳名远洋的张杰宇,尹德飞陪酒 在李渊喝得醉意朦胧时,将他留宿在晋阳宫 指使两名美人陪伴李渊过夜 此日,裴继坦白的对李渊说 你家二郎已经秘密的在招兵买马 昨天晚上我们做的事,如果让隋阳帝知道,那是死罪 如今天下大乱,如果我们守小意,说不定早晚就死 反之,顺天意举意旗,必得天下 李公意下如何? 李渊说 我儿诚有此计,既定已可从之 这下李渊终于下决心起义 裴继将晋阳宫里的大米九万胡 丝绸杂彩五万段,兵甲四十万领 供李渊作为起义军需之用 于是,李渊借口防备刘武周和突厥南下 派李世民、刘文静等人到各地打出募兵告示 表示招兵是为了拱守太原 并非远征高丽 民众知道是保卫家乡,大喜过望,各地豪杰一窝疯似的前来应目 三日之内,目击到两万六千多人 太原副留守王威和高军雅看到李渊招兵买马 怀疑李渊有意志,图谋不轨 便密谋除掉李渊父子,向隋阳帝邀功请赏 刘文静出了个主意 让李渊、李世民先发制人 告发王威、高军雅暗中勾结突厥 事有凑巧,突厥发兵南下太原 李渊命令李世民带兵抵抗突厥 李世民与刘文静商议如何对付突厥 李世民说 我们要办大事,不能被突厥拖住 我们只能出精锐之师,向突厥示以威风 让突厥知难而退 刘文静非常赞同 说 只要突厥退兵 我立即修复与突厥的联络通道 李世民率领一万五千将兵 与刘文静、长孙顺德等兵分三路 迎击突厥 突厥果然不敢轻举妄动 李世民班师回府 李渊明正言顺的将王威、高军雅以私通突厥罪斩首示众 李世民感叹王威、高军雅逆势而动 白白为随王朝做了牺牺牲品 不过 他吩咐地方官员不要难为王高的家属 然而 突厥总是一个威胁李渊的势力 刘文静向李渊父子献策说 突厥只是贪突财物 并无长远大志 我们眼前只能忍辱负重 向他称臣纳贡 李渊想了想 无奈的说 眼下也只能如此 于是 刘文静受命 初始突厥 为了一份厚礼 劝突厥、可汗一起反随 李渊公开启示 派人往河东招回长子李建成和李渊及及家属 还有女婿柴少 大业十三年 也就是六百一十七年六月初九日 李渊与李世民、刘文静、裴继等商议后 决定以匡富正义、辅助神器、费阳广、立新帝为号召 自任大将军 建太原将军府 开仓放梁、与民同乐 太原全城一片欢腾 七月八日 三万八千军马 拔营出征 又领大都督李世民 带领右军居前 李建成领左军 李渊领中军在后 惊奇避天 徽边直奔长安 开启大唐一带新朝 听众朋友 这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大唐圣王李世民第三集 请继续收听第四集 危机时刻 哭劝腹 拿下获益立书功 你 因为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